每周一讲 Weekly Talk 哈喽呀大家好 欢迎来到本期的每周一讲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凤梨酥 凤梨酥是台湾的点心 源于龙凤大饼 之甜味风饼 以及双馅料 菠萝和冬瓜 大饼鸳鸯拼的习俗 以西式饼干 苏华夫饼皮 发展而成的台式点心 主要材料 为面粉 奶油 糖 鸡蛋 冬瓜酱 凤梨在引南化 发音又称 旺来 而台湾人用旺旺和旺来之意 深受民众喜爱 凤梨酥的内馅 不单纯是菠萝 为了口感需要 通常会添加冬瓜 这样的口味 已经是大多数人的习惯 台北市面上 可以买到加了 五股杂粮 松子 蛋黄 栗子 等不同口味的凤梨酥 利用我们刚刚所学习到的知识 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小测验吧 using the information that we just learned now let's do a quiz 第一题 凤梨酥是哪个国家的点心 第一题 第一题 第二题 凤梨酥的主要材料有哪些 第二题 what are the main ingredients of pineapple cake 第三题 有哪些口味的凤梨酥 第三题 what flavors of pineapple cakes are there 现在由你来整整看吧 now it is your turn to talk 你还知道哪些台湾点心 what other Taiwanese pastries do you know 本期的每周译讲 就到这里结束啦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拜拜